大家好 我是文睿 今天是2021年的8月19号 这个郑州那场大水是7月20号 到今天为止整整30天 一个月时间已经过去了 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好像很多人对这个事 已经开始慢慢淡忘了 然后大家也不怎么提这个事了 至于说郑州当地的那些民众的痛苦 好像也很少人被人能看到了 总之好像一点点中国社会 又进入到了一片岁月静好的状态当中 然后我想习近平可能心里面挺高兴 你看时间一过去以后又没人提了 对不对 我到西藏去玩 对吧 去宰个宰我又能怎么样 是不是 这一切不又恢复平静了吗 他可能也很高兴 就在这个一个弹口上 然后李克强又做了一件事 什么呢 他在这个时候 就是在大家一点点在淡忘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到了河南 到了郑州 还到了那个地铁五号线的现场 还说了一些话 总结起来讲吧 就是站在习近平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李克强在一个最不适合的 最不恰当的时间点 到了一个最不应该去的地方 说了一番让习近平最不爱听的话 基本上就是什么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李克强他都说了什么呢 我给大家念几句 大家感受一下 然后咱们再展开来分析 他说这个 郑州720特大暴雨 造成人员重大伤亡 看到了吗 他说重大伤亡 让我们感到很痛心 然后他还说呢 特别是要把城市的理字工程 更要摆在 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搞好理字工程 大家听到了吗 理字工程 然后呢 他还说 一旦有特大或者极端的预警情况 该停就停 该关就关 他还说呢 对失职独职行为 要问责追责 但他也说了很多 我觉得把 我就把比较重要的拿过来 然后跟大家念一念 那么从他说的这番话呢 我们有 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不管李克强怎么想 大家听到这些话呢 可能会有这些一些感觉和分析判断吧 首先啊 第一点就是什么呢 李克强强调啊 造成重大伤亡 那么这个话就很重了 那我们看 就是北京 就中国的媒体的报道 都是轻调淡写 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但李克强把这个话 实话他给说出来了 是吧 那到底有多大伤亡呢 这个数字呢 他也不能报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 那么我们让很多人 可以进一步联想 当时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习近平在哪 你为什么不来 你为什么不仅不来 反而到了去西藏 然后到西藏呢 你还没有 就是说低调 反而在那再歌再舞 对吧 又搞什么晚会 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就会让人产生这一系列的联想 李克强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习近平不来 我来了啊 这个是能让我们感受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该停就停 该关就关 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这次吧 雨虽然很大 但是呢 这里面呢 有很多人祸的成分 就是很多人 他没有 就是说 果断的采取措施 才导致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这就是 其实是潜台词 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起码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而且他还这里面提到 这个理字工程 那理字工程 就是和面子工程 反着来的 对不对 他主要指的就是 那个海绵工程嘛 对不对 花了那么多钱 几百亿就那么花进去了 基本没什么效果 对不对 那就把这些老姐 他就全都给抖了出来了 虽然他没有名书 但就这么个意思 对不对 然后他还说 这个对失职 独职行为要问责 追责 当然这话他说的 稍微低调一点 但是因为在河南 包括郑州 有很多习家军 习近平的人 那这个话 习近平听了肯定 也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对吧 你说他说这些话 是不是针对习近平 剧的 那这个只有李克强 李克强自己知道 但是他客观造成的效果 给人感觉就是这样 再总结一遍 刚才我说过 就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 李克强在一个 最不恰当的时间点 到了一个最不该去的地方 然后说了一番 让习近平最不爱听的话 那我这么说 可能有人不一定信 但是他是有证据的 什么证据呢 就是李克强的这番行程 他在这个中国政府网 这李克强控制的这个网站 他有报道 但是在就是说人民网 新华网 包括中央电视台 央视都没有报道 反正我查了没看见 如果你们看见 你们可以发链接 没有 对吧 那李克强 中央电视台 对吧 这么大干部 到了这么远的地方 对不对 那你总得给点报道了 反正我看到的最后 就是17号 有对李克强的这个报道 后面就没有了 这个事他都没说 但这些事情 这些话 这些事情李克强做了 他也确实 这些话也说了 那我的感觉 他就是针对习近平 对不对 那这里面问题就来了 为啥这些年 我们看到去年 李克强说 6亿人1000块也好 包括他后来提到 说2亿人 就是2亿多人 灵活就业 其实就是失业 然后包括现在说 这方 他到底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总是跟 这个习近平对着干 然后让习近平 如此下不来台呢 他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想表达什么样的 一种信息呢 反正我就 分析我的这个想法了 当然以前也说过一些 比如第一条 这个就非常明确了 他就是要跟 这个习近平切割 所有的事情 全要切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到最后 即便是这个体制 已经结束了 他那个时候 他也可以用这个事 来做这个挡箭牌 你看我当时是 跟他想法完全不一样 他其实 我仔细观察他的脉络 他其实切割的 还是相对比较完美的 什么事 基本上他都已经 置身实外了 这些重大的事情 知道吗 而且他时刻提醒大家 去年那个事 比如说6亿人1000块 大家可能淡忘了 那么今年他就来一个 两亿多人 灵活就业 然后现在他又到郑州去 就是不断的提醒大家 我跟习近平是不一样的 然后把这些点 传成一条线 形成一个轨迹 然后也算是一个证据 就是这个我想 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 就是什么呢 他这么做 他会传达一种信息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李克强的意思 他起码可以告诉大家 一种信息就是什么呢 现在很多人都说 习近平 他权力已经非常大了 对吧 在中央内部在体制内 可以一手遮天 什么都说了算 但是呢 李克强这么做吧 就可以告诉大家一点 就是说什么呢 习近平他现在权力 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大 对吧 我现在该出来还是可以出来 我该说还是可以说 对吧 这么让习近平没面子的话 我也可以讲 对吧 所以说他的权力吧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大 可能有这样一层意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在北韩 对吧 比如说金正恩下面的某个人 公开也像李克强这么搞的话 他会是什么结果 他敢不敢 包括在毛泽东时代 他做了这样的事 下面的人做了这样的事 会是什么结果 他敢不敢 对吧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习近平他的权力 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李克强从去年开始说 说到现在 习近平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而且他还释放一种信息 就是什么呢 我不是我一个人 很多人都对习近平不满 就是有这么样一种信息吧 传递出来 还有一种信息 就是他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吧 这是我的猜测 可能性不大 仅供大家参考 这个体制也很不稳定 现在很多人想把习近平拿下来 但是拿下来的话 主要是再选一个人上去 对不对 李克强可能或许 会有一点点野心吧 对吧 万一这个体制出现一些问题 习近平下来了 那谁上去呢 他李克强就明显表现出 跟习近平的观点不同 而且呢 他几乎也是可以被各方势力接受 人呢 就是比较柔和 虽然没什么能力吧 可能没准 到那个时候 他可以到 那个最高的位置上 对吧 不管有权没权吧 待个两年三年 对对 过过瘾 当然这只是我的分析了 后期才有这样的一点点 小小的野心 就这么出于这么三点吧 所以他 要不断的 就是说 做这样的事 但是他的度吧 把握的还行 基本上 虽然让习近平很没面子 但是习近平还挑出来什么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吧 总之吧 就是说 习近平权力看似好像很大 但是呢 很多人都对你不满 大家不敢说什么 但是一旦 你出现什么纰漏 一旦你出现什么漏洞的时候 那么 大家可能就要群起而公之了 那可能你的这个权力吧 丢失 或者变天 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行 今天的内容就聊这么多啊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